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使节教弟子究竟有多少数量 就连太上老君和原始天尊都不清楚 在通天教主摆下万仙镇的时候 太上老君一见万仙镇就对原始天尊说 他交价就有这些门日 据我看来总是不分品类 一干按收 那么根气深浅 岂失了到成仙之辈 就连产教高手然登道人一窥万仙镇后 都感叹起来 今日方之节教有着许多人品 不教不过屈指可属之人 言下之意就是节教弟子真多儿 由于节教很多弟子的本体 并不全都是人 所以才会被产教如此说 原著有句话 形容彩教门人看到节教弟子后的景象 如棚杖众仙一见 睁目细开树翻 见节焦众高高下下 窄窄促促 据是五月三山四海之中云 由道客 奇奇怪怪之人 节教弟子的品行 跟正统的彩教相比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原著描述 全部大法传无悖 方显清虚不二门 其实这是相对来说的 在彼者看来 节教弟子不然两有不一 但与妖族相比 还是要好点 大家都知道 原著中将女娃娘娘 设定为妖族首领 膝下的妖怪 修炼成形 也会幻化成人 但是他们身上的妖气 是始终存在的 而节教弟子 虽然形状不一 但好歹也是先人 话说回来 要是通天教主招收的这些结教弟子 能好好管理 认真传导 认真修行 也许结果就不会这样了 比如说 三宵娘娘中的大姐 云宵娘娘 通天教主要是多加引导 云宵娘娘不但不会入封神榜 而且还可能登陆圣人境界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